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挑截说动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螃蟹入侵沙堡的动画断片故事 在一个只有沙子构成的城堡里 一排排沙子座的士兵正守卫着这个城堡 这天突如其来的沙尘豹和一只巨大螃蟹向城堡袭来 守城的士兵都如临大敌,快速地关闭城堡大门 但是巨大螃蟹却不费炊灰之力,轻易地就在其打破 士兵在巨大螃蟹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螃蟹失误破竹,逼近城堡 此时一位大将骑着快马赶了过来 他实力不烂,能跟巨大螃蟹打上几个回合而不败 然而没过多久,他还是被螃蟹击飞出去 有些狼狈的他从沙里击起武器 将飞奔而来的螃蟹击退了半迷远 但螃蟹丝毫没有收手的念头 他打算使出全力将对面的大将给灭掉 同样的,大将也在阴阵以待 他从地面的沙子里抽出一把大剑 正要勇敢地迎战时,却看到螃蟹却突然惊恐地后退 他回头看去,发现洪水向着他们而来 大将守住了城堡,但自己却被洪水冲散了 海水退后,城堡已经坍塌 旁边还随意摆放着小桶和铲子 一只小螃蟹还从城堡旁边路过 原来这一切只是海边玩耍小孩想象出来的事件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